台湾采购的疫苗未来会陆续到位 国产疫苗也预计7月开放施打 为应付大量的接种人潮确实做到分流 行政院长苏贞昌请政务委员唐凤 结合了健保快一通 还有口罩系统平台 设计出疫苗接种预约平台 预计6月下旬就能推出 另外政府力推的台湾社交距离APP 被质疑上传资料太少 很多人觉得没用 想把这个城市给删除 对此城市负责人赶紧po文喊话 说目前双倍已经开始大量上传确诊者的资料 呼吁大家千万不要上APP 透过每天的比对 看看自己有没有跟确诊患者有过接触 要想终结疫情 疫苗是唯一解放 台湾接下来要准备迎接全民疫苗施打潮 该如何避免去拒做好分流 行政院早已超前部署 为了应付接种疫苗的庞大人潮 行政院请出IT大臣唐凤 结合健保快译通跟口罩系统平台 做出公费疫苗预约接种平台 预计6月下旬就能推出 行政院讲述真昌 周一召开扩大防疫会议 指示政务委员唐凤 加速完成疫苗接种预约平台的系统设计跟测试 而同是科技防疫的一环 台湾社交距离APP许多使用者下载后觉得很无感 纷纷想移除程式 不过APP负责人忙喊话 资料都在用户端 千万别删除程式 因为这个APP它是使用去中心化的方式 储存在每个人的手机里 所以如果你删掉的话 也会把你的资料一并删掉 除了中南部已经早就开始执行以外 从上个周末一直到现在 会有CDC开始大量的去协助确诊个案来做上传 确诊者资料正大量上传 对比足迹将会更准确 这有民众分享 说自己的妈妈受到接触确诊者的通知 吓到不知所措 如果说有说到市警的民众请不要惊慌 它并不代表你确诊 那只是说你可能要更加的注意自身的健康 来去观察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要是接触确诊者不必惊慌 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有症状就通报 比对足迹预约打疫苗 都能透过城市轻松搞定 台湾超强 科技力就是做好防疫的超能力 记者林建杰宏伟财特别报道